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明侦探科南TV版第38集 排排成本版第39集 红鬼村火祭杀人世界 这天,科南又去找阿丽博士老科 本以为毛利成为明侦探之后 随着案子的增加 他就可以从中获取到黑衣人的线索 哪知道现在还是一无所知 不免得有些着急 阿丽博士边做实验边选科南稍安勿躁 如果被黑衣人发现他还活着的话 会给毛利妇女带来危险 要像他做实验一样 耐心地等待物质发生变化 水到渠成 离开阿丽博士家回毛利家的路上 科南在路上偶遇了毛利大叔 只见他正在鬼鬼祟祟地偷拍一个胡子男 于是科南上前学毛利在干嘛 本身就做贼心虚的毛利 背着突如其来的打招呼下的一个机灵 他受人之托正在跟踪这个胡子男 还嘱咐科南不用等他吃晚饭了 第二天晚上 毛利坐在沙发上数着委托费哈哈大笑 不敢相信这世上竟有如此轻松 来钱又快的工作 只要跟踪一个男人三天就有50万日元 而且不知为何 最近工作越来越顺利 每次都能把棘手的案子解决了 小兰开玩笑地说 也许是科南带来的好运 因为自从科南来了之后 毛利的侦探事业可谓平步青云 说到科南 毛利突然想到他在他们家借住很久了 也不知道他父母什么时候来接走他 小兰表示 昨天阿利博士刚告诉他 科南的父母虽然已经出院了 但是又突然调到国外去了 要等到他们安定下来之后 才能借走科南 听到这里 毛利就开始盘算以后 如何向科南的父母 索要一大笔抚养费 这时 电视突然报到一起刑事案件 晚上8点左右 在群马县的鬼火村火计的高台中 发现一具烧焦的男性尸体 从死者的遗物判断 死者叫做根案证述 警方认为他杀的可能性很高 毛利厅顿时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名死者 他是认识的 不仅是认识 毛利跟踪了这家伙足足三天 为何跟踪的委托刚执行完 跟踪对象马上就死于肥命了呢 毛利越发觉得蹊跷 带着疑问 毛利找到了木木警官 但是木木警官接下来的话 不仅没有解开毛利心中的疑惑 反而使案件越发扑朔迷离 死者更案 生前买了一份五亿日元的人身保险 而这份巨额人身保险的兽医人 居然是死者的普通朋友 阿布丰 听到这个名字 毛利不游的心头一惊 这个人他也是认识的 正是委托他跟踪死者的委托人 种种迹象表明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 谋赛害命骗保事件 随后警方找来了 脸上写满了凶手的阿布丰 对于警方最大的疑问 为什么死者的巨额人身保险的兽医人 是他一事 阿布丰解释道 他和死者更案已经相识了二十多年 有一天喝酒的时候 更案对他说 他们已经人到中年了 不如来打个赌 以五亿日元为赌注 看谁活得更久一点 朋友要玩 他自然是奉陪到底了 于是他们就为对方 投保了五亿日元的保险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在短短的三个月里 就分出了胜负 更案在遇害的几天前 还曾找过他 煞有其事的说 感觉最近有人想要他的命 为了打笑好友的顾虑 阿布丰名义上请毛利小火狼 暗中监视更案的一举一动 实际上是为他请了一个贴身保镖 虽然眼前这个人的嫌疑很大 但是面对他诬懈可击的理由 和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警方也只好放人 而内阁为他提供完美不在场证明的人 正是毛利自己 发现尸体的时间是举行火计的星期天晚上 而毛利跟踪死者一直跟到星期六晚上 说明案发时间是在星期六的后半夜 到星期天火计台点火之前 这个时间段 阿布丰一直在九州岛旅行 根本没有做案时间 一周后 阿布丰把死者更案的保险金已经全部取走 但是案件依然毫无进展 目目警官魄力把阿布丰旅行时的时间表 和纪念照给了毛利 希望他能够发现什么线索 然而阿布丰的每个时间段 都有一张照片作为证明 不在场证明简直天衣无缝 但是细心的柯南 还要从照片中发现了一丝端倪 阿布丰每张照片的背景都有钟表 就像是故意为了不在场证明而拍照一样 柯南将这一发现提示给了毛利 经柯南这么一说 毛利也意识到这些照片确实是太不自然了 但是毛利忽然意识到 每当他推理遇到瓶颈的时候 总而被柯南一语惊醒 难道这也是巧合 正当他怀疑眼前这个小鬼的真实身份之时 不过也正是柯南的失误 让毛利打消了对他的怀疑 开始重新聚焦在案件上 在整理弄乱的照片时 小南看到了死者的照片 他不禁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死者都已经烧得没个人样了 那又是如何确定死者的身份的 毛利表示 当时在发现尸体的火急高台旁边 发现了被害人的驾照 而且齿磨也与尸体吻合 听到小南这么一说 柯南也觉得这起案件有点奇怪 按照常理来说 凶手做案后都会尽可能隐瞒犯罪事实 但是在这起案件中 凶手却把死者放在容易发现的高台里 还故意在旁边留下证明死者身份的证件 这些反常的行为 再加上阿不丰是受害人死后唯一的获利人 柯南也觉得 凶手是阿不丰没得跑了 但是他的不在场证明又如何解释 正当柯南百思不得其解释 突然看到一张受害人端碗吃面的照片 柯南似乎是从照片中发现了什么 然后按照时间把受害人的照片分成两份 一份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拍的 一份是星期六拍的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凶手的作案手法了吗 毛利看到柯南又在捣乱 就气不打一处来 按着柯南的头使劲摩擦 小兰忍不住为柯南打抱不平 就算案子没解开也不要迁怒柯南身上 毛利表示凶手就是阿不丰 只是暂时还找不到证据而已 而且他就要潜逃到国外了 原来他的公司欠下3亿日元的巨额债务 现在有了受害人的这5亿日元保险金 不但可以把债务全部还清 还可以带着剩下的钱逃到国外 从而避开警方的调查 而且是今晚9点的航班 柯南看了眼时间 发现只剩3个小时了 没办法 只好利用变声器 伪装成毛利和木木警官的声音 以找到证据为理由 将对方叫到机场 到了机场以后 又用死者更案证数的名义 通过广播把阿不丰约到停车场 阿不丰带着满腹的疑惑来到停车场 柯南表示 其实死者更案被害的时间 应该是在星期五晚上 也就是阿不丰出发去旅行的前一天 做完后 故意将尸体藏在火机高台里 再请一个长得很像死者的人 假扮成死者让毛利跟踪 好让大家误以为 受害人更案在周六的时候还活着 等周日晚上举行火计的人 发现尸体时 已经被烧焦了 根本无法确定死亡时间 警方只能根据毛利的口供 推测出死者的遇害时间 在周六晚上到星期日傍晚 如此一来 阿不丰就有了不在场证明 但是他算错了一步 装扮成死者的那个人 很不巧 他是个左撇子 而真正的死者 是个右撇子 这时阿不丰也找到了柯南 发现对方是个小孩子后 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觉得警方 不会相信一个小孩子说的话 所以大大方方的承认 自己就是杀害根案的凶手 但他并不知道 柯南不是一般的小孩子 等的就是他亲口承认犯罪事实 柯南已经把刚刚的话都录了下来 恼羞成怒的阿不丰 此此地掐着柯南的脖子 幸好柯南机智地咬了他一口 才得以从魔爪下逃脱 但是他仍不悔改 还想杀柯南灭口 那柯南只好被迫教你做人了 等木木警官和毛利赶到现场的时候 就看到阿不丰躺在地上 脸上有个轮胎印 胸口的录音机一直重复播放着 他亲口承认自己是凶手的那句话 以上就是明天探柯南红鬼村火计杀人事件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喜欢马丁讲故事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哦